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是一場理性而又客觀的思考 這是全社會都在求解的一道難題 中國的技術研究 碰到了很大的問題 節目中三位不同領域的科學家 同時袒露心聲與困惑 一個帽子戴了一堆 有的人根本一個帽子也沒有 我們作為研究人本身 其實也深受其害 這個基礎科研之困裡面的很大的問題 基礎科研人員究竟有著哪些困惑 制約中國基礎科研高速發展的障礙 究竟是什麼 當下最破解的問題 破解這道難題的突破口又在哪裡 十四五開局之年 頭腦風暴獨家聚焦 求解基礎科研之困 精彩即將開始 大家好 歡迎進入今天的頭腦風暴 我是洛欣 今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 國家準備下大力氣 做了一個基礎科研的十年的規劃 那麼什麼是基礎的研究 基礎研究跟後來這個實用的科技的轉化 它們的關係是什麼樣子 該如何去評判中國的基礎研究這個水平 今天我們請來各位嘉賓 共同來探討 這個一直困惑我們的一個問題 今天我們現場呢 陣容非常強大 我們是請來的科學家 我們要介紹的是 中國科學院院士 紅外物理學家 也是半導體物理和器件專家 儲君浩院士 還有一位也是中國科學院院士 是神經科學專家 張旭先生 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 生態與進化生物學系的教授 也是生物學家 盧保隆先生 好 那麼在三位科學家對面呢 我們這三位呢 更有意思了 他們其實是來評估這個科學科研 這個市場價值的人 也是實際進行轉化的人 一位是復旦微電子的創始人 施雷先生 上海技術交易所的總裁 閻明峰先生 上海徐會 策緣健康智能科技成果轉化 發展中心的主任 余曉晶女士 好 今天我們現在 還請來兩位評論員 一位呢 是上海交通大學 中國企業發展研究院的院長 余敏陽先生 還有一位 是第一財經的總編輯 楊宇東先生 十三五期間 我國科技實力和創新能力 大幅提升 全社會研發投入 從2015年的1.42萬億元 增長到2020年的2.4萬億元左右 其中 基礎研究經費 投入增長近一倍 2020年超過1500億元 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 發佈的全球創新指數顯示 我國排名從2015年的第29位 越居到2020年的第14位 儘管如此 我國的創新能力 還依然不能滿足高質量發展的要求 基礎研究 原創性研究還比較薄弱 2010年以來 雖然我國的專利申請量 已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第一 但我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率依然較低 根據教育部高等學校科技統計資料匯編 2015至2019年這三年 中國高校獲得的發明專利總數為 69.68萬項 專利初售數為20519項 粗略估算高校專利成果轉化率 約為2.94% 轉化率及產業化程度 遠低於發達國家40%至60%的平均水平 根據英國路透社的統計 在2019年 世界前25最創新研究機構中 我國唯一上榜的中科院 僅在商業影響力上得分27 遠低於平均水平43.8% 與美國衛生和公共服務部的68.4% 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的72.9% 更是相去甚遠 我國的基礎科研為何與市場脫節 究竟困於何地 面向十四五 我們該如何構建更加合理的科學創新體系 如何面向世界科學前沿 永攀科學高峰 風暴馬上開始 我特別想先問問大伙 如果給中國的基礎研究打一個分 十分如果是滿分的話 你們會給這個分數打多少 先從我們三位科學家開始來 楚老師 七 您分數不算低 待會再說 咱們看看您旁邊這個張宴是 七 都這邊是七 來看看盧老師 非常有意思啊 也是 也是有話 這三個人都是基本都說一樣 打了七 好 咱們來看看咱們這個 平台方面的這個打分情況 來 施總 8.5分 比科學家要高1.5分 來看看顏總 七 這跟科學家非常相近 余總 6.8分 你是這裡邊打分打最低的一個 缺0.2分 看看我們這兩位評論員 楊總先來 您是真不客氣 打了5分 這基本上算不及格分數 來 再看看余老師 2分 你們也太不給科學家面子了 是吧 怎麼會中間會出現這麼大差異呢 我就不太清楚了 那這樣我們還是先請科學家們 先來解釋解釋 你們三個人都打七的理由是什麼 我這個理由是 那個中國基礎研究 尤其是最近 這個20年以來 發展還是很快 是吧 現在我們在世界上的雜誌上面 你要想找一本雜誌 沒有中國人的文章的 找不到 是吧 所以我說呢 我們基礎研究有很大的成績 那麼為什麼到底我打七分呢 那麼中國現在呢 模仿創新比較多 基層創新比較多 是吧 跟蹤創新比較多 原始創新不夠 從零到雁 源頭創新不夠 後面留下來的三分就是 我們將來要在 源頭創新上面 去下功夫 附老師非常樂觀 我是這麼想的 就是給個七分呢 它實際上是一個平均分 有的在某些前沿 特別是有一些 中國有一些特長 比如說物理啊 化學啊這些 在國際上的一些基礎研究啊 的地位啊 還是很高的 那麼在磨血就是領域呢 還是比較差的 給七分 我覺得是一個中位數 比較合理的一個方面 那麼實際上 中國在傳統上 對於基礎的這個 重視程度啊 還是比較高的 但是 主要的原因 就是說為什麼沒給 比較高的分 就是因為它在方法上 還遠遠落後於 我們這個世界上的一些 發達的國家 是吧 就是說由於它很多研究 都是叫做跟跑 看國外研究了冬瓜 我們回來研究研究西瓜 用同樣的方法 同樣的思想去做 雖然有一篇文章 但是實際上是沒有一個 新的發現 還是在原來的基礎上 就是相當於左陣型的 這種研究 我講一點我的理由 那我這個分呢 我說我們來看 今天的基礎研究 跟歷史比 我們來跟同行比 我們實際上要放在 一個大環境來看 所以跟歷史比來說的話 現在實際上 比之前 我們已經投入量 已經巨大了 包括這事物裡面 對於整個的投入 要從現在的 基礎研究經費 可以佔百分之六 到佔整個百分之八 所以我們跟歷史比 是著不在重視這個事情 第二是跟同行來比 跟全球來比 那實際上 我們整體的研究經費 是有的 但是來說的話呢 實際上是什麼 我們折扣性投入 是不夠的 現在對基礎研究的 這塊的重視 應該說是不夠的 應該來說 所以這一塊 有待於加強 同時另外一個來說 今天能夠評判 我們今天的基礎科研 是七分 還是六分 還是幾分 基礎科研怎麼來評價它 比如說我說 全球來說 諾貝爾獎德的話 發表論文的時候 可能是三十幾歲 等到獲獎的時候 是六十歲左右 差不多要二十二年 所以今天我認為 我們已經在 這麼加大投入 今天不能簡單評判 好還是差 所以我認為七分是什麼 有基礎 但也有差距 好 咱們看看這個 施總給的分最高 八點五分 你是全場最高分 平分嘛 也得有個依據 英國 歐洲 加個日本 可以加 基本上就是九分以上 那九分是一個什麼標準呢 就基本上 進入了那個明星系列了 就可見了 全世界行業內的人 大部分都知道 行業外的大眾 偶爾也會知道 我們肯定還得有差距 為什麼給了八點五分呢 就是離這個高度 我們還得繼續努力 但是也沒那麼低啊 你再說誰比我再強 我也數不出 我覺得今天你請了兩個 中科院的院士 我覺得特別高興 中科院院士 那就九分以上的明星了 確實有開窗性工作的 我覺得評價這個 基礎科研的投入和水平來講 還是從兩個維度來看 第一個維度是縱向的維度 就像剛才大家已經講到了 投入來看 全球不低了 那為什麼我說低那麼0.2分呢 一丟丟 原因我覺得科研 基礎科研的研究啊 從橫向來看 它應該是一個生態 類比國際上我們來看 會發現 我們國家的這個 基礎科研的投入 更多就是在科研人員本身 科研團隊本身 在國際上 一些發達國家 它的整個的基礎科研的生態 它更側重建整個的生態 在這個生態體系當中呢 會有一些 除了我們基礎科研團隊 技術設備 投入之外的一些 就像剛才那個短片裡頭講的 知識產權連年位居全球第一 但為什麼轉化率只有3%得不到 我們知道 Stanford的轉化率是5%以上 那麼原因差距在哪裡呢 就說它的這個生態外圍 是需要有一些 在基礎科研整個範疇內的 這些知識產權 以及它未來規劃當中 產業鏈的發展方向的 整體科研生態 這個生態這塊的投入呢 我覺得稍微小了一丟丟 你們打的分都挺高 但是我們今天倆評論員 我覺得今天 好像跟大家相關都不太一樣 簡單歸納一下 確確實實我們在基礎研究方面 它不是水平問題 在整個的體制機制方面 投入產出比 它的一個投入的結構 它的一些轉化方面 確確實實還是有很多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5分 不是說不及格 這5分是相當於 我們這個賽道跑到一半 其實還有很大的空間 余老師是才打了兩分 為什麼只打兩分 我覺得中國的基礎研究 碰到了很大的問題 實際上這個 從中央到各方面 都在做基礎研究的 重大的這個 戰略的佈局和調整 我為什麼打得特別低 我覺得要引起 社會的高度的警示 從三個角度來講 第一個角度 從最線性的角度來講 高端 人們通常以各種獲獎 作為標誌 包括像諾貝爾獎 菲爾茲獎 就一系列的高端獎 那麼中國的科學家 在這一方面 實際上獲得的比例 是非常低的 低端呢 就原創性成果 實際上我覺得 從這個四大發明以後 我們國內的原創性成果 一直處於非常低迷的狀態 中國人當然很聰明也很勤勞 所以我們這些 這個表證方面的東西 模仿性的東西 自然確實做得非常好 但是這並不能掩蓋 另外我們對基礎研究方面的深刻的反思 第二個 我們的投入和產出完全不成比例 就如果我們的投入很低 我們的基礎研究處於這麼個狀態 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 巨大的投入 導致產出的效益並不高 整個跟市場完全的脫節 那麼這個本身就說明我們需要認真反思 就是我們在頂層設計上 是不是出現一些什麼問題 就有資金浪費 浪費非常嚴重 這個就延伸到第三個問題 實際上我們從整個 考核考評機制運營體系方面 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舉個簡單例子 比如說從考核考評體系來說 中國現在的高效合研究機構 普遍比較接工精力 每年我們要填報 你今年發了多少論文 SCI多少 SSCI多少 它有很多的這個論文的指標 同時我們在高校當中 也希望擋造團隊 大量的技術研究 一個人做是不行的 要一個團隊來做 但現在發表論文的話 在很多高校依然存在著 只認第一作者 你連第二作者都不算成果 所以這樣的話 就團隊很難捏合起來 那麼為了發表很多的論文 所以很多人把一個比較大的研究 擋三層三十篇論文去發 這樣成果就比較多嘛 為了盡快的成果 所以很多半成品 甚至數據造假 這樣的現象 大量的撤稿等等 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想我們對 基礎研究的這種導向 和政策的頂層設計 以及所有研究者 從心態上 就叫做板凳要做十年冷 這樣的一種自我的 這種價值導向方面 都有著巨大的欠缺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在 通過這樣的一種電視節目 讓更多的人來精心起來 整個國家未來 要真正成為一個 這個偉大的強國 要成為一個 這個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象徵來說 我想我們在這個方面 需要有比較冷靜的 清醒的 客觀的思考 我覺得這樣的思考 對國家的發展 對未來的這個 能夠走得更遠更長 是有非常大的價值 上一節中 現場嘉賓直言不諱地說出了 中國基礎科研的現狀和問題 同時也表達了各自的擔憂 那麼至於中國基礎科研 高速發展的問題 究竟出在哪兒 中國的基礎科研到底困於何地 中國基礎研究 有一個最核心的問題 實際上是個評價體系的問題 有些基礎研究 一開始你不知道它有沒有用 你如果是太急功近利 去追求那個功利性的東西 那你可能始終都達不到這個目標 這個東西不解決搞基礎研究 那是小概率事件 頭腦風暴獨家關注 求解基礎科研之困 正在播出 稍後更精彩 這是一場理性而又客觀的思考 這是全社會都在求解的一道難題 中國的基礎研究 碰到了很大的問題 節目中三位不同領域的科學家 同時袒露心聲與困惑 一個帽子戴了一堆 有的人呢 一個帽子也沒有 我們作為研究人本身 其實也深受其害 這個基礎科研之困裡面的很大的問題 基礎科研人員究竟有著哪些困惑 制約中國基礎科研高速發展的障礙 究竟是什麼 當下最破解的問題 破解這道難題的突破口又在哪裡 十四五開局之年 頭腦風暴獨家聚焦 求解基礎科研之困 精彩繼續 2021年3月11日 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閉幕後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在中外記者會上表示 下一步要加大基礎研究的投入 還要繼續改革科技體制 不能把科研人員寶貴的精力 花在填表評比等事務上 要讓他們專心搞研究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似乎所有的人都在期待 基礎科研直接一步跳躍到成果轉化 總覺得基礎科研 要在短時間內轉化為 所謂的他們可見的可用的成果 但我覺得這個基礎科研 是一個國家或者是一個社會 一個龐大的科學體系的基礎 它在方方面面上的積累 然後最終催生了 我們現在大眾所能夠應用到的 這些基礎科研的產品 所謂的成果轉化的產品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困擾 做基礎科研的人員的一個問題 作為一線科研人員 我最大的困惑是 怎樣一個篩選機制 能夠篩選到更多 真正在生物學本身 而不是糾結於生物學所帶來的名利 金錢財富的人 因為我認為這樣的一類更難和你有 今天這種自從到何的興趣 他們關注的更多 不是生物學本身所代表的 自然規律 他們更多的關注的時間 東西到底有沒有用 但是誰又知道我們現在所做的研究 和探索究竟最後有沒有用呢 或許他們的想法僅僅表達了一部分 一線科研人員的心聲 那麼至於中國基礎科研高速發展的問題 究竟出在哪兒 中國的基礎科研到底困於何地 風暴仍在繼續 我覺得中國基礎研究 一個最核心的問題 實際上是個評價體系的問題 評價是個導向 評價是個指揮棒 對 就你怎麼來評價 導致大家往哪個方向走 對 在美國這樣的國家 它的很多的評價體系啊 就會非常的嚴格 嚴格到什麼程度 比如說像這個同行評審 包括像學生的推薦 我推薦哪個學生 哪裏到讀研究生 在我們這裡的話 我自己也經常跟人家簽一些 這個學生我不是很熟悉 但是呢 就大家感覺到反正 大家都這樣做 你如果這個不簽的話 就顯得很沒有人情味 算了給你簽個 那如果是在美國這樣的國家的話 我對這個學生不了解 我絕對不敢推薦 它非常嚴格 它評價非常嚴格的 所以像這樣的一種公性的 一種評價 和這樣的一種體系 如果建立不起來 我覺得可能就很口腔 所以我覺得 中國的科研和基礎研究 可能最核心的 實際上是 評價體系背後的 每個人對自己行為的一種 包括誠信 包括對個人的信用的高度的 這個關注 這個恰恰可能是一個 最後的支撐 最核心的支撐 研究機構啊 實際上來看 它是冰火兩從天 你就是一個 重點大學 你一個教授 如果有國家課題 收入 待遇 出成果的機會都非常好 如果你沒有國家的這個項目 你真的做基礎研究的這個事啊 很難堅持 我給你舉個真實的例子 我企業裡有個研究院 我從福州大學 挖了一個非常接觸的一個 做算法的 就做數學的 一個非常厲害的一個人 怎麼回事呢 大家都知道 我們現在半導體的 EDI軟件非常缺 但EDI軟件要提高水平 必須有數學算法 他就隨口說了一句 說這個數學研究 可能對EDI有幫助 然後這個人呢 他就確實干於清平 他十幾年就干這個研究 研究出來現在促成果了 國際上得獎了 我們福大也把它請過來了 最近呢那個華為也在投他 就說基礎研究要知道 在這種特殊的情況下 他才能做下來 十幾年過的 真的非常苦非常苦 在冰火展中間的情況下 大家往哪裡走呢 你這個東西不解決 搞基礎研究 那是小概率事件 其實我為什麼說 個人的這個信用體系 到今天中國 這樣的一個國度之內的話 我覺得社會應該包容 更多元的這種研究體系 和研究方法 要對一些特殊的人才 確實有些特殊的方法 來進特殊的對待 我覺得國家已經有 這樣的一種容錯的能力 基礎研究需要有 這樣的一種容錯能力 來保障這些人 能夠這個 比較有尊嚴的活著 比較有尊嚴的 做他們感興趣的事情 五年十年以後 他們既然失敗了 我覺得社會對他們 也應該有很多的包容 我覺得他們賣力了 努力了 但他確實這個路沒有走通 那麼他們成功了 我們為他們鼓一呼 所以我覺得 這個基礎研究 為什麼要從體制機上 有所調整 就應該有一刀切的方式 變成一種 相對個性化的方式 相對個性化 怎麼來避免走禍門 怎麼來避免全力行租 就通過個人的學術誠信 體系來完成 我是非常同意的 我覺得現在國家 也已經意識到了 這個問題了 它其實現在在追求的是 一個多元化 多層次的組織創新 和結構創新 包括國家的工程研究中心 國家級的科技創新中心 包括研究型的大學 我覺得一方面 是在對個體的一些 評價考核激勵方面 要有更多元化 更包容性 更個性化 但同時我覺得也是需要 一定的行政化的 這麼一種色彩 你看美國它那個基礎研究 美國是個很講究 這個市場經濟原則的國家 但是它在基礎研究的 投資和這些機構方面 它是毫不含糊的 投了好多的錢 但是它這個國家 意識地主導下去 它在投的錢 關鍵是剛才說的機制 怎麼去創新 一方面是一些 剛才你說的可能一些重點的領域 航空航天 生命科學 物理 材料等等 它還是需要 我覺得國家 還是要有一個主觀的方向 這個還是要引導的 但是微觀層面 確實要用一種機制創新 來解決這個問題 它是相輔相成的兩個層次 這樣才能把問題解決掉 我非常同意各位老師 特別我們余總提到這個評估制度 當然我們作為研究人本身 其實也深受其害 比如說評判一個教授 你今年如果是沒產出 那你就不行了 你去年好 你就是No.1 對吧 你評判一個人 完全不能以這樣一個 因為我們講科學研究 它是有一定的過程 所以評價體系 必須要進行一個改進 這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 這個鼓勵科學家去 追求科學的精神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 當然還有一個方面的話 雖然教育部 國家 我們科技部 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了 不叫做不視為 是吧 其中就有一個不為 這個影響因子這個論文 但是目前沒有任何 可操作的這樣一個政策 可實行的政策 所以大家雖然說不視為 那當然我們怎麼辦呢 為了評價我們還是要用這個 就是要儘快的從上到下 不光是要有一個大的一個方向 還要有一些可行的一些 實施的細則來維持 來鼓勵這個基礎的研究 那麼第三塊也非常重要 就同樣優秀的學生 培養他的一種思考的能力 科學的思維 把這個思維的問題 把這個提出科學問題這個能力 把它培養好了 對吧 形成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研究的習慣 這樣的話 那麼一旦這些小孩被培養起了 將來成長起來的 那一批下一代的科學家 他們就具有這樣的一些素質 這樣一批這個年輕的科學家 一旦成長起來以後 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 他們會在這個基礎領域做出貢獻的 諾貝爾獎是一個 對於這個基礎研究的成果的 一個最好的評判 是吧 對 但是我們就說 你如果是太急功近利 去追求那個功利性的東西 那你可能始終都達不到這個目標 我還是喜歡用發展的眼光來看 因為在中國呢 實際上它是一個社會現象 就是說包括什麼 對理解什麼是基礎 科學的一塊 對 什麼是基礎 我後來我找了一個規律 就是你在教科室中間 你是在哪個位置上 是在前面幾頁呢 還是到後面幾頁 越到後面分得越細吧 越到前面越是原則性的東西 所以呢 你越靠前面 你的重要性就 對領域的影響也就越大 所以這個呢 我完全同意余老師講 我們要有一批這樣的人 來判斷整個科學界 在這個領域中間 你這個研究的位置放在什麼地方 它會發生什麼 那麼它是否引力性 這個我覺得是要建設的 有些基礎研究 一開始你不知道它有沒有用 像剛才說到相對論 NC相對論 一開始沒用 但現在原子彈 對 核電站 那都是靠E等於MC放 都是靠這個相對論的 規律來做的 所以後來發現有用 所以有的時候 基礎研究呢 就是說 凡是自然界的規律 自然界的奧秘 我們沒有解開的 對吧 我們要想辦法去把它解開 那麼這方面的基礎研究 如果不重視 中國的卡布茨的問題 不可能解決 現在我們中國好多東西呢 是做的錯 做不到最好 但做不到最好的 在高端應用裡面 就不能用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當前這個還重視度 還不夠的一些問題 正好剛才想補充這一點 對 評價體系裡面 除了國家的 除了微觀層面的創新之外 企業的介入 企業力量的介入 也是微觀體系創新 特別重要的一個部分 美國的企業 如果你去委託一個大學 進行基礎研究 這個經費通過 因為有合同 是可以抵它的所得稅的 甚至你向大學 去捐贈一些儀器設備 用於基礎研究的 也能夠抵扣所得稅 所以企業來講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力量 特別是一些大型的企業 它對於基礎研究 第一它有一個迫切的需求 第二它有個長期主義的 這麼一個眼光 所以這方面來講 就是你說的 它這種企業的力量 市場的力量 去來支持基礎研究來講 它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一個 就我說的一個多層次 多維度的一個停價體系 和資金來源 以及最後的一個 包括轉化 轉化其實也是非常重要 它可能有些是要轉化 它也有些認為 可能它認為過了30年50年之後 對這個企業發展有效 它也願意去儲備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正如廠商嘉賓所言 企業如果能在創新體系中 發揮主體地位 或許更能提高資源的有效利用 特別需要把基礎研究 應用基礎研究 跟它的應用 密切地把它結合起來 反向用產業化的目標 來要求我們 對基礎研究的成果輸出 我覺得這是不合理的 那麼整體而言 中國的基礎科研領域 該如何構建科學的創新體系 高校 科研機構 企業等相關機構 又如何各司其職 聯動配合呢 頭腦風暴獨家關注 《求解基礎科研之困》正在播出 《精彩》稍後繼續 美國1980年出台的史蒂文森-懷德勒技術創新法 《拜杜法案》和1986年出台的聯邦技術轉移法 奠定了美國科研成果市場化的模式 法案將科技成果從實驗室到市場的轉移過程 作為聯邦科研機構的重要職責 技術轉移也加入了技效考核制度 成為了聯邦實驗室科學家工程師工作的考核指標 實驗室產生的發明會提交發明記錄 商業價值的評估專利的申請和許可收入的分配 同時也搭建了創新啟動平台 英國擁有國際知名的科技中介機構 英國技術集團BTG 該機構長期致力於從市場需求出發 挑選技術項目 將技術推向市場實現商業化應用 此種運行機制將英國各大學 研究所 企業集團 及眾多發明人緊密聯合起來 利潤共享 起到了連結開發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橋樑和扭帶作用 此外 歐美國家的科研資金來源和支出的分配 也與我國多有不同 我國的總投入組成相對單一 從活動類型上來看 美國全國的研究經費有16.6%用在了基礎研究上 18.9%投入了應用研究 而63.5%都運用在了試驗發展上 反觀國內基礎研究 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經費所佔比重 分別為6% 11.3%和82.7% 儘管中國基礎研究經費同去年相比增長22.5% 在三位之中已是最快 但距離美國的16.6%仍有差距 那麼整體而言 中國的基礎科研領域該如何構建科學的創新體系 高校 科研機構 企業等相關機構又如何各司其職 聯動配合呢 風暴繼續 第一個 我覺得中國企業現在投入量確實越來越大了 我看到的數據 可能是前幾年的一個數據了 中國科學院一年的研究經費是900億 中國高校加起來是1640億 而華為一個企業投了1400億 所以華為的鴻蒙系統的研究其實一開始的時候是無庸之用 就反正有別人想做 那麼就讓他去做吧 那今天鴻蒙系統開始發揮作用了 所以企業的投入肯定是重要的組成部分 而且未來將在國家的基礎研究方面占比 就企業投入的占比會越來越高 第二個呢 企業投入和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合作本身 也有很多體制機制方面需要解決的問題 你像比如說馬斯尼工學院 那麼馬斯尼工學院的很多的研究機構 研究室 它是這樣做的 是企業來投 投了以後企業來配置所有的人 他的研究當中碰到問題 向教授請教 我覺得這就很合理 我是覺得現在來做基礎研究 用誰的錢來做研究 如果從整體社會角度來說的話 我們看那個研究的效率更高 今天是用國家的錢來做研究 還是用企業的錢來研究 還是用股市的錢來做研究 來做整個效率 那我覺得這個效率來說的話 實際上一個是風險識別 一個是說我們的能力問題 包括來說的話 你說從基礎研究到最終的整個掌畫 這個列條 我們實際上現在十四五規劃裡面也要講了 要打通整個的一個創新鏈 這個鏈條當中中間是有斷的 那怎麼樣能夠把鏈條串起來 把效率提升 那我覺得整個的一個基礎科研的困 就能走出來 因為您是求解 要困怎麼來弄 平台有沒有效率如何提升 這樣的話才能解決整個基礎科研的困 反向用產業化的目標來要求 我們對基礎研究的成果輸出 我覺得這是不合理的 因為它有一個主要的緣由 是由於全球的創新速度加快 創新速度加快以後 是由市場導向而引發的這個需求 首先我們研究是 從成果的前端開始的 但恰恰成果的這個需求端呢 是來自於市場的 當市場速度加快的時候 經濟發展速度加快的時候 它對成果的要求也會快了 所以呢我是覺得它分兩段來看 必須要把它拆成兩段到三段 來看這個問題 第一段是基礎研究 第二段呢 也就是我們的應用性研究 在應用性研究這段裡面 我們要看的重點是什麼 是企業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現在 越來越多的頭部企業 它們越來越多的進入到無人區 所以它很期許我們的基礎研究 給它一個成果給它用 可以嗎 沒有 那麼反過來的話呢 它自己呢又希望成為全球的領航企業 從一個跟隨者到一個引領者 所以越來越多的企業提出了 它的這種進軍無人化的這個需求 所以我們應當建立的整個的這個投入啊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塊是 連結我們基礎研究和無人區之間的 即企業無人區之間的 基於產業端的基礎研究 個人覺得 那麼我們這個投入在這個當中呢 我們要給一個清晰的界定 這樣才能把我們科學家 和我們企業家裡面的研發團隊 做一個比較清晰的一個切分 剛才我聽了有點啟發 那麼設計方面基礎研究是兩個方向的 一個方向是從學科出發的 這個問題沒搞清楚 是 對吧 我要去把它搞清楚 也不管它有沒有用 對 這是一個方向 探求真理 還有一個方向呢 是應用提出來的基礎科學問題 所以兩方面的投入 剛才說的中間還是有相同的 尤其現在的情況是一個什麼特點呢 是基礎研究 規律的研究 技術發明 到產業應用 這個周期越來越短 對 過去時間很長 你說量資料學相對論 也幾十年吧 才能用 現在你說比如色墨西 那就是登諾比爾江 沒多少是十年前 登諾比爾江的色墨西 那麼現在色墨西 已經都普遍在用了 對吧 所以現在這個周期越來越短 所以特別需要把基礎研究 應用基礎研究 跟它的應用 密切地把它結合起來 您的意思是這個 應用方面的一些問題 會倒會給做基礎研究 它會提出要求 提出基礎研究的問題 跟課題 我們知道這個 純的一個理論的研究 探索的研究 它跟實際上應用 還是有一些距離 但是它如果是有一些基礎的 這個應用的目標的 它就更近了 我是特別同意的 但是我今天特別想講的是 硬幣的另一面 我還是非常擔心就是 我們的基礎研究 沒有用我說的八個字 要各規其位各似其職 打通當然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向 但是在現階段 中國我覺得最緊缺最迫切的 是讓基礎研究 各規其位各似其職 我知道中科院下面一個索 其實他們的研究員 水平很高 但平時日子也獲得挺清平的 但是它下面有一些 水平相對差一點的研究人員 出去創業了 然後找到了企業和投資機構 公司做得好好的 然後就導致原來真正高水平的 安心於研究的 基礎研究這個團隊人心不穩 所以這個當中 就是又回到我們一開始的問題 怎麼樣有一套機制和體系 組織創新 真正的去把中國的 基礎研究的人才隊伍 結構去優化去完善 這個可能還是當下最迫切的問題 該用什麼樣的機制去優化和完善 現有的基礎科研環境 用什麼樣的機制去平衡市場 和基礎科研之間的關係 如何讓科學家更好地去做研究 這些問題都是急需我們 去解決的問題 只有進行一個非常深刻的 機制改革才能真正地做到 人盡其財 前進其用 年輕人現在真的是國家 要好好支持他們做技術研究 他們真的是很難 社會要為基礎研究留存一方淨土 那麼中國基礎科研的 未來發展方向在哪兒 基礎科研未來的發展道路中 最關鍵的因素又是什麼 頭腦風暴獨家關注 求解基礎科研之困正在播出 精彩仍在繼續 越是最基礎的研究 往往越要花費 更長的時間 甚至有時候可能要花掉 一個科研人員一輩子的時間 可喜的是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企業和企業家 意識到了這一點 例如華為 騰訊和阿里等 紛紛投入基礎科研 分別建立起了自己的實驗室 如方舟實驗室和阿里達摩院 騰訊推出了V大會和科學探索獎 科學探索獎 以每年1.5億元的資金規模 支持50位45歲以下的 中國青年基礎科研工作者 越來越多的中國頭部企業 開始願意資助一些 超出現有應用範圍的科研 削弱商業目的 讓這些機構 背負了更多造福人類的使命 3月17日 拼多多創始人黃征 發佈2021年度致股東信 宣佈自己將辭任拼多多董事長一職 並表示自己將長期致力於 基礎科研領域 自2016年以來 國家科技的三大獎中 最年輕第一完成人 平均年齡已降至39歲以下 越來越多的青年人才 奮鬥在科技創新的第一線 那我希望全社會公眾 能給我們多多點贊 我希望全社會企業家 能夠多給我們注入火水 我希望家庭的爸爸媽媽 能夠他們優秀的子女 能夠投入我們基礎科研 那麼中國基礎科研的 未來發展方向在哪兒 中國基礎科研未來的發展 道路中最關鍵的因素 是什麼 風暴仍在繼續 就是什麼叫一流的企業 對吧 一流的企業有一個標配 這個標配呢 就是它裡面一定要有一個 前瞻性的研究機構 一般都叫中央研究院 對 它另外一個標配呢 就是要有一家投資公司 一流的企業它有這個標配 前瞻性的研究院 什麼意思呢 就是不是馬上產生收益 對 超一流的企業也有一個標配 超一流企業什麼標配呢 就是一個完全非公立的研究機構 你比如說華為的那個方舟實驗室 大家是不是在這超一流 我相信呢 會有越來越多的民企業 它會有越來越多一流公司這種標配 甚至它有超一流公司的標配 企業的力量 企業帶來的資金也可能更加滋補啊 科研經費要分兩類投入的方法 一類呢是固定的 比如你這個單位 我已經認定你是做基礎研究的 比如國家重點實驗室 這個重點實驗室科學中心 認定的基礎研究的平台 從學科角度搞項目 有穩定的支持 你不要叫它一天到晚 申請項目 把申請項目的時間 用來做基礎研究 穩定的支持 那麼對於有一些目標導向 明確的基礎研究 那麼項目指 申請項目 這個目標導向很明確 我也申請你也申請 那麼你這個目標導向看看 誰好更有把握拿到 那麼誰來成的這個項目 那麼現在呢 要加強前一個方向的這個投入 現在科學家好多時間就寫報告 對 所以這個穩定的支持基礎研究 是現在非常重要 就是基礎科研指控裡面的很大的一個困難 這個我完全同意 對 特別是年輕人 對 年輕人現在真的是國家要好好支持他們 做基礎研究 他們真的是很難 這個包括基金委的這個面上項目啊 青年項目的力度也要增加 而不應該減少 就是每個課題啊 特別是海外回來很多青年人啊 成立自己獨立課題組 如果就是說一開始 他就面臨了這麼大的一個挑戰 講得難聽一點啊 就生存挑戰 我一直是做基礎研究的啊 我也很贊成作業的講法 就是分段啊 就是我是給自己畫的做基礎研究的 對 我的學生做了一定時候 他從我的共同研究中間挑了某一點 然後他繼續做他這種應用基礎的轉化 這個方面 做的也還是蠻成功的 但我一直是堅持基礎研究 我覺得我的興趣在這裡 所以有幸拿了這個國家結束研究基金的資助等等吧 但是呢對於年輕人來說 我現在這種帽子工程啊太多 頭上堆了這個項目的錢太多 一個帽子戴了一堆 有的人呢根本一個帽子也沒有 那他也不管學科怎麼樣 你這裡具體研究是什麼內容 不管呢就是憑你這個 大家通用的這種標準來卡人啊 卡了最後呢就是說 有的人很多的東西呢 就是說殺死一個青年科學家 最容易的辦法是什麼呢 給他好多錢 讓他要做的十個題目全讓他做 幾年下來他就完了 一事無成 這個就是我們國家前面講的資金分配問題 這就是最大的一個問題 未來中國的這個基礎科研 知困如何來紓解 如果大夥提一句話 咱們可以寫提版 我就寫了一句話 就明天一定會更好 雖然我們看到了那麼多的問題 你非常樂觀 來我們看看這顏總 就倆字兒 對效率 我們整體會走出一個更好的一個 我覺得未來 我提的是專業決定未來 我覺得所謂專業就是 整個我們自己的創新體系足夠專業 才能夠達到與國際化的完全一致 並且引領我們國際的發展 謝謝余總 來我們聽聽這個三位科學家 原創性研究加上基礎技術規律的研究 就是加強這兩方面 對要加強這兩方面 我講的是加強基礎研究的認識 就是什麼是真正的基礎 就是投錢那樣 想去投這些特別基礎的東西 但是有多少人能夠認識到 自己研究的東西是真正的基礎 所以0到1也就困難了 第二個還是 我最願意講的這句話 就是支持青年科學家進行基礎研究 這是我們的未來 我的這個四個字 求實 創新 踏踏實實地去追求科學的大道 這是我們第一個想去做的事 第二個就是創新 就是說創新 將來是我們35年左右的一個 大的一個核心的地位 要真正強國 我們的創新特別重要 兩個詞 環境 我覺得環境重要的 就一句話就是說 我們國家還是要真正創造一個 解放思想鼓勵創新的 這麼一個大的社會環境 我覺得這是基礎的基礎 第二個是機制 就這麼些年來 我們國家在政策方面 在人才方面 在資金投入方面 其實我覺得是不缺的 但是缺好的機制 只有進行一個非常深刻的 機制改革 才能真正地做到 人盡其財 前盡其用 我覺得社會要為基礎研究 留存一方淨土 從這意義上講 政府對待基礎研究 就應該想對待崩曲 想對待飛移一樣的態度 你要給它保護起來 其實這些科學家 正像剛才說的 他們不追求大志大跪 但是他要有資本的生存 但是他們獲得的幸福感 未必比別人低 他們安平樂道 他們樂意為他自己的科研興趣 和他的學術情懷奮斷一輩子 你要真正願意做科學的 願意做基礎科學 其實他們真正的是喜歡 這個國家如果要讓更多的基礎科研 能夠做得好的話 真得讓這些人 能夠完成真正的喜歡 那麼喜歡的標準 我認為非常簡單 四個字 不計代價 你不能用非常功利化的方式 來鼓勵我們的科學家 去做一些非功利的科學探討的行為 好 我們再次感謝各位的老師 我們也感謝觀眾朋友 收看這一期的節目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回顧人類歷史 許多著名的發現 其實並不是有計劃發生的 而是偶然發生的 那些致力於探索科技未知 以人類願景為驅動的科學家們 如果能在更加科學完善的科研環境中 去專注科研本身的研究 或許能讓那些偶然發生的可能性 被無限放大 這應該就是中國基礎科研發展中 最值得期待的未來 多謝